我跟杰森我们俩太难了 杰森给安德勒选礼物的时候 我要把两孩子带走 因为我们想给孩子一个惊喜 现在轮到我给Aden选礼物了 杰森已经把两个孩子带到车里面去了 妈妈休息 妈妈我饿了 你饿了妈妈在会儿做饭 妈妈先休息 休息 我的脸全部都是暴汗 心跳特别快 我感觉有什么毛毛在脸上 做不到 不行还得穿着衣服 毛孔打开之后 然后吹空调 就感觉直接吹到骨头缝里去了 斑结就会冒凉气的那种感觉 很不舒服 先穿上吧 先把汗 先让毛孔不合格 再说 先来做饭 先把杰森的饭给弄好 这个是鸡胸肉 腌好的鸡胸肉 放到干净了 分百七十 锅中倒油 先把鸡肉给煸炒一下 先放在里面就正常 先定一下鸡胸肉 一面定型之后 然后直接放面 我们现在放入洋葱 胡萝卜 三炒均匀之后 我们最后加入调瓜 好多了 把它翻炒均匀 然后加入清水 没过时才就行 已经沾了水水也热了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加入咖喱 因为家里有老人 孩子吃 所以我就没有选辣的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 你家里有老人 应该要吃 孩子要吃清淡一点的 首先孩子是可以吃清淡 就是因为孩子 两个孩子一直跟我吃 所以他们吃的口味 还是清淡一点 但是两个老人 包括杰森的话 对美国人的口味 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 他们的口味是非常重的 高盐 高糖 高蛋白 高热量 正宗的美餐的话 比如说那些汉苗什么的呀 真的是 又咸又酸 反正就是那口味特别的重 我吃不习惯 我也知道 怎么样做更健康 当然有时候也会要听取一下 粉丝朋友们的建议 但是 也要结合吃饭人的口味 在这期间要不停的搅一下锅 水开的时候 然后快速的 趁这会儿功夫 我去冲个凉洗个头发 太难受了 浑身黏黏的 咖喱已经好了 这次的鸡胸肉也好了 现在来给他弄青菜 满满的一盆菜 一盆菜 咖喱 切成鸡胸肉 咖喱 咖喱 鸡胸肉 咖喱 财喱 咖喱 我不喜欢很弱的咖喱 是不 很弱的咖喱 很弱的咖喱 别惹 我不想吃 我不想吃 别惹 别惹 你也很弱的咖喱 你的咖喱 嗯哼 我喜欢 这 咖喱 这 咖喱 这 咖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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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说 我们先要吃饭 我说饭 然后我们要去shopping 要去买东西 忘记了吗 ? 你吃饭 有食物在那里 那不 对 没有 因为 我们在在看 今天晚上又有打风 等了 看了一下 我已经过我了 咖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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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转成鸡 我们要得够 但不是很大 但不是太大 哦 嗯 A745, 如果是745, 它就很快 I'm doing so fast I'm so hungry too I cut the grass You did? I cut the grass. You didn't see that? No we didn't come around. We're all dry kids When I saw it, I said, Oh my God Just to finish this part, but I think Oh maybe tomorrow it will still rain, I'll just finish Oh did you do this back there? No, not 对,这是坏 好,好 没... 哦,好 鸡蛋 你把鸡蛋换了 谢谢 你把鸡蛋换了 我对不起 这天气真的就是变化 就是一瞬间的事 吃饭的时候还挺亮的 这时候乌云就全来了 大风吹的这些乌云跑得特别快 我们要等一等 这阵风过了之后 我们再去了 我们现在出门了,有一点冷 穿了件外套,穿了件毛衣 还是冷 对面的店都修好了 对面邻居都有店了 今天修了一下午 上车上车一点 我们到沃尔玛来给大家看一下 身后有光 身后的晚霞 照红了那边的半边天 然后这边黑压压的乌云 这边就真的是这样子 好了,我们要去买东西了 沃尔玛的玉米是最便宜的 30每分一根玉米 帮我拿个袋子 要买点玉米 Angela给大家表演一段 开始 再来 再给Angela选蛋糕 今天晚上要给她做了 要先把蛋糕胚给做出来 明天一早装饰 你想要买那些吗 还是认为你可以写 幸福生日 Angela 我们写那些 对,买那些 想买那些吗 嗯哼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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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哭 不哭 好好说话 但是要表扬Aden从一进来 然后一直耐心的等到现在了 我们到哪了 是随便赚的 是不是内心开心的不得了了 随便赚的为什么赚到这里来了 他选了一个礼物 然后多少钱来的 12 12美元 然后接生直接把它放回去了 因为杰森想要给他一个惊喜 跟杰森我们俩太难了 杰森给Angela选礼物的时候 我要把两孩子带走 因为我们想给孩子一个惊喜 现在轮到我给Aden选礼物了 杰森已经把两个孩子 带到车里面去了 已经 Angela怎么还在那里 好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拜拜 晚安了 现在这边都快10点了